职场情商课 来看一看丹萍的职场情商 近日网易严选表示将退出双十一 你觉得是以退为进的另类营销 还是学渣提前交了百卷 我觉得这算是以退为进吧 它可能会损失掉一部分相关利益 相关的利润 我觉得它本身就是 大家用这个网易严选购物 可能频率也不是那么高 丹萍首先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事件吗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你看你就搞新闻题的人 应该有这样的敏感度 你的回答没问题 其实肯定是一种另类的营销 那其实我有关注到 你有过实习的经历 做过市场策划 其实我蛮想听听 你在这个公司 你做市场策划的时候 你有什么新的体会 你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比如说我的技术领导 会让我做一个 这个月的就是新品选择 然后写一下这个新品的亮点 突出排版 这样 其实我觉得刚才的情商题 虽然你达得到一半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你的专业来讲 还有你想做新媒体的话 你这个回答是非常减分的 这个跟它本来品牌定位 就是冲突的 所以它选这样一个策略 是它背后的考虑 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另外从这个话题策划来讲的话 其实你也 如果说你要做新媒体 你要有这种敏感度 那双十一热点对吧 那这个是什么样商家 在这个时候能够参与这个话题 而且又形成一定的打法 这也是它背后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这个回答上 没有体验出现专业性 他其实就像他跳的这支舞一样 他学了四年国际经贸专业 想去新媒体岗位尝试 但他其实对于新媒体的了解 是一知半解的 而且大家要想清楚 你们现在给出的不是一个工作 其实给他的是一个实习的岗位 你们自己也要放平自己的这个预期和心态 企业在招聘实习生的时候 往往是为了发现潜力人才 为未来的正式生来做发现 做储备的 而不是说像很多求职者 大学生找实习的经历 刷经历的 所以说呢 一定是有针对性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 企业的空缺岗位 其实是蛮紧张的 那么在选求职者的时候 他往往是把有意向的这个候选生 放在实习岗位 经过半年一年的这个实习 看他是否能真正能转正 对 你所以说呢 要珍惜实习的机会 不要轻易放过 天生我有才的最后 台上现在 第二环节 还有九盏灯 为你亮起 你的意向岗位是 新媒体方向 对 意向工作地点是 北京 3000 3K 来 请企业家们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恭喜你直接进入到第三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加仁鲁班是一家 做短视频数据和供应链服务的 然后我这边给你提供的 就是市场的实习生 那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 正好有大量的线下活动 包括我们也有像微博啊 这样的新媒体运营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这方面你是有激战力的 就是 同时如果你有兴趣 比方说对短视频更多的了解 对数据更多了解 也是很好的机会 主要会让我做些什么 近期的话可能就两件事 一个是我们在12月份 就会有一场在北京的千人大会 然后会涉及到大量的嘉宾邀约 嘉宾的一些沟通 包括现场的一些活动执行 然后另外一部分工作 就是微博相关 微博和公众号相关的 一些运营工作 一点资讯给的这个岗位 是新媒体编辑 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岗位 然后我们这边主要是说 全网话分发 费点视频 我们这是一个短视频品牌 你其实是一个挺爱学习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这方面 其实我们能够给你提供一个 很好的一个空间 能够让你知道 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我应该怎么去干 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也想要知道 我主要去会感谢什么 主要是几块 一个是你会要做文字的书写 比方说我们的一条新闻出来之后 你要去提亮点 比方说我要建立一个什么话题 这个话题是不是能够上热搜 是不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然后另外就是 对这个文字 对视频内容进行一个核实 它是不是准确的 是不是有漏洞 最后也是有一个审核的一个工作 好 接下来给你几秒钟的考虑时间 时间到了之后 说出你的选择 或者是谢谢 再见 开始 那么你的选择是 一点资讯 好 我对自己今天面试结果 打个六十分吧 就刚好及格 所以今天一点资讯 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还是非常感谢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国贸专业的嘛 对于新媒体 确实如老师所说的 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所以真的很感谢一点资讯 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去 更深一步地了解 新媒体这个行业的相关知识 那我也希望今后 去到这个实际岗位的话 可以多学一顿干货 然后用这些知识 去为自己之后的职业规划 增添一份力量吧 谢谢 好